留着一头两粒长发 在台上优雅演奏 一首又一首动人裙子 在舞台中央和乐团合奏 他就是装信小提琴师 不只参与职业演出 也在台中东大副总 异彩般交客 但他指控四年多来 遭秀房罚了快十万块钱 不管任何的理由 婚伤喜庆各种理由 请假的话他都要罚款 庄老师控诉乐团的线信总监 设立不合理规定 包括老师请假迟到 和学生转班都要罚钱 去年新学年开始 还变更计算方式 加重罚款金额 像是他在参与演出时 请假两天被罚一万四千八 有学生生病离开选乐组 他也都罚两万两千八百元 新学期他加重了罚款之后 我们发现不对 才去跟学校求证 才发现这一切 都是他自己讲的 学校根本就不知道 事件爆发后 有其他老师也跳出来怒控 初步统计所有罚款约15万元 校方则回应 不清楚总监资设条款 感到相当震惊 罚款不当的部分 还是要等两位老师 他们协调之后 我们才有办法进一步的 了解整体状况 另外市府劳动科指出 薪资以终点计算的 音乐老师虽然不适用劳基法 也可以劳动争议来调解 万一调解不成 恐怕得透过法院走民事诉讼 老师杠上名校引发正义 记者连嘉庆王百英台中高雄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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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